很多聽眾想知道 Tridel 和其他建築商有什麼分別呢? 過去有沒有對抗疫情的經驗呢? Winson 你有沒有說說? 可以 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我和Juriana都做了二十多年 Tidel 是一間意大利人的公司 是三兄弟,Tri是三兄弟 Dell 是他們的最後一名 是意大利一個移民 將一個小的建築公司在80年的發展 現在變成一個很大的地產集團 除了我們是建築商之外 我們也是發展商 我們在營銷、物業管理、租務方面 是做到一個叫一條龍的服務 85年內其實我們都是經歷過一些小考驗 當然現在我們對抗新疫情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我們都是有機會應付一些以前的小考驗 譬如911 911之後我們很多人覺得樓市未必會好 但是我們好像剛才提到 除了看短期的數據之外 看回其實我們是否有這樣的需求 是否我們的供應是否真的好 其實多人都是一個移民的城市 我們除了要考慮本地的經濟之外 在外面的經濟對我們有影響 就是好像現在 在香港有不同的挑戰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看回這邊的移民 在印度、歐洲、中東地方 其他都會有看這邊的 我們除了這邊是我們那個加拿大 以加拿大來說 我們那個經濟體本身 多人多已經是一個加拿大的支柱 最近很多的科技發展公司 我們都是可以做到一些新的工作崗位 再加上來近的移民 我們覺得需求是會多的 好像911的情況的時候都是差不多 那時候開始是多移民去看 我們開了一個在Mississaga 幾出名的地盤 叫做Ovation 之後都很成功 之後我們做了Ovation之後 你看到現在很多不同的建築商 在不同的Mississaga 裏面發展大型的地方 是誰第一個去的呢 原來我們 在SARS的時候 也是很不幸運 發生這些事件的時候 我們都是看到當時 將來的需求都不會是小的時候 我們也是開了一個地盤 叫做Circa 在北約克 當在Financial Crisis 2008的時候 在北約克我們也是開了一個地盤 是Hallmark Center 現時來說 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社區 甚至在我可以叫做Financial Crisis 第二波的時候 人家覺得外面的市場 不是太好的時候 我們也是開了一個地盤 叫做Ten York 現在你看Conrad後面的背景 就是我們Ten York 其中一個Penhouse 在這些小考驗之後 我們去見過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 和信譽 會對將來的疫情 會比較 其他建築商 可能會有更多的經驗 去應付 你剛才說了SARS SARS 第一次想到是淘大 尤其是香港人 尤其是淘大發展 即是樓價跌七成 你覺得這件事 會不會在多人多發生呢? 如果你說樓價跌七成 我又想反問這個問題 是怎樣跌七成呢? 剛才提到 我們最重要是看到那個需求 剛才提到我們移民 我相信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移民每年都有 譬如有十萬人來 就算減半也有五萬人 你說那個 employment 是真的會跌 當然是很可惜 因為這個疫情會影響到一部分的employment 那是否長期呢? 還是短期呢? 這方面我們要看 我們當然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在北美洲來說 就是疫情之前 其實我們的樓市是挺強勁的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挺好的cushion 將來疫情發展到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比起其他城市 是真的有一個 question 再說 我們的employment 是否只會靜一點呢? 我看另一方面 在高科技的事發展方面 當然都是數一數二 再問剛才的移民情況過來的時候 我相信需求是一直都有的 其實這方面最主要是因為那個supply的問題 其實都是緊張的 不同香港或者中國 譬如Rinco或者Conrad覺得 不夠了 Tradel 快點起吧 我們都想不太容易 我們有天氣 我們有四季分明 但四季分明帶來的問題就是 譬如太冷又不能起 太熱又不能起 下大雨又不能起 那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真的全面可以供應到的 再說將來pull covid 會不會將去我們那個供應 再進一步加多些麻煩呢? 也會有的 絕對會是 那個成本 地的成本 不要說成本了 有沒有地先 我們都會比較開心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那個需求和供應 這個基本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挺好的position 去挑戰這個挑戰 又有另一個問題 你是一方面的專家 上年我記得我開車 就跟客人坐在旁邊 他就跟我說 加拿大那麼多地 為何不讓他去建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 我們有一個叫green bale policy 即地是大 但不是那麼多地方可以建 安山有一個 我們叫做green bale policy 只是可以給某一個地方 去做一個高密度 或者比較可以發展的地方 很多時候建樓 不要說建大廈先 先說建屋 建屋 我們不是無端端可以在很遠 很遠的房子 你也有在地下有的配套 我們叫做infrastructure 譬如它的基建 水喉 排污 排污 電 在亞洲這件事很容易配合 譬如國家要建 都會全部配合 政府主動 我要一條橋 有一條橋 一條橋 這邊我們有三級政府去控制 所以簡單來解答 是我們很多的red tape 很多不同政府的規限的時候 不是那麼多可以真的做到的 我們那個 我們叫approval process 比較長一些 加上剛才所說的 我們其他的conservant challenge 就算我們建建 我們有沒有工人幫我們做 工人幫我們做 成本怎樣控制 finance 有沒有人借錢給我們 不同的市政府的批核 有時候 你不只是市政府 有時候 一部份是要省政府的配合 如果你去到waterfront 那些地方 又要原幫政府配合 和其他公營私營機構去控制 所以整個發展生意來說 多倫多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發展地方 你看到幾年前 有很多不同的建造商來 打算在多倫多大展聯國 我在中國 我在香港 做得很好 在這邊是否一定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經驗 但是在本地的經驗 始終都是比較重要 所以你看我們公司的發展 都是專注在多倫多 其實譬如我們把我們所認識的東西 所有的經驗 你把我搬到溫哥華 可能我們的優勢也沒有了 所以在這方面 不是那麼容易的發展